好 那我請教薇良 今天亞洲股市 事實上幾乎都是股會雙殺 殺得最兇的當然是港股 入股 但是臺股跟臺商 也受到聯動跟影響 對 那其實我們如果先看 上個星期五的美股走勢 那事實上四大指數 都還是在修正的壓力之中 那其中一方面當然是因為 鷹派升息的壓力 但大家如果仔細觀察的話 發現跌幅比較重 還是放在納斯達克 跟費神班老體指數 那就顯示說 其實因為這一波的整個 科技產業鏈在供應端 出現了一個很大問題 那美國因為畢竟 它是比較大的一個終端市場 所以可以領先感受到 就是說這邊其實也受到 整個中國封城的影響 那看起來慢慢這一股 回跌的壓力 從整個大中華地區 也傳染到美國相關股市的 一些標的 那這一波來講的話 當然臺幣是最明顯 就是先人指路 可以看得出外資是正在 如何從臺股當中 加快的一個撤離當中 事實上目前來看的話 臺幣因為已經跌破二十九 那算是很明顯呈現 股會雙殺的格局 那至於說入股本身 那今年以來 上海上陣指數部分是跌幅 已經來到了十二趴以上 那深圳的部分跌幅又更大 因為這邊中小型個股比較多 那跌幅已經超過了兩成 那恆生指數部分 也跌了大概逼近九趴 那臺股的部分來講的話 目前也是在年限下方 呈現比較弱勢的格局 那技術方面其實目前來說的話 還是試圖要先在這個 前地附近尋求一個打底的機會 那當然這個部分能不能 足底成功 關鍵還是在於 如果臺幣 如果外資繼續提款的話 那我想全資股的壓力 可能在短時間之內 就還沒有完全的宣洩完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波其實台積電壓低到六百元以下 很多人覺得說便宜的低點到了 投資價值浮現 結果小資族拼命買 但是外資拼命賣 還是擋不住這個賣壓 股價目前來說的話 還是持續比較弱勢的 一個貼息狀態 我打個槍 台積電波段高點 是六百八十八塊 然後今天殺到五百五十八塊 殺到一百三十塊 波段跌幅將近兩成了 這個快走到一般傳統技術面 定義的空頭走勢 對 就我們講熊市標準超過兩成 那其實台積電往往常來講的話 他比較少就是說一個波段直接 其實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今年年初到現在 一下就跌快要兩成 這比較罕見 所以這一波國際資金 其實從台股大量提款壓力可見 那尤其就是因為台積電 如果相較於就是說 其他的中國的相關的股票 來說的話 因為他的跌幅還比較少一點 但是同樣都被納入所謂 MSCI金融指數 就中概股指數 所以別人跌 但他跌少 就是他的權重就越來越高 那越來越高 狀況之下 外資真的要從大中華區提款的話 反而就會加大在台積電 這個部分的賣壓 那事實上如果以聯電來看的話 縱使三月份的營收 創歷史新高 可是股價的跌勢又更兇了 這一波的高點以來 跌幅已經來到將近三成了 那聯電的波段高點七十二塊 今天跌破五十塊 所以波段跌了快三十塊錢 對那這些其實像金元代工 雙雄也都是國內的高人氣指標股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散物朋友 如果你手上有 那除非就是說 你想要做長期投資 然後定期定額 有一些搭配的計畫 否則來講的話 這裡空手者 我覺得在外資還沒有真正的一個回補之前 或者說台幣的走勢沒有回穩之前 真的不宜說 不斷的往下去承接摸底 那另外其實從高價股的走勢上面 也可以看得出來 台股這一波比較悲觀的氛圍 因為像聯發科去年業績很好 但是今年呢 因為畢竟它主要的市場 就在中國智慧型手機 那因為中國現在疫情延燒 需求會不會被打擊到 一定會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外資也在修正 對他的未來前景的看法 那這一波從高點以來跌幅 已經超過三成了 那所以其實距離 這所謂的一個千元大干預也越來越遠了 那另外呢 這個前股王 系列KY 那波段的跌幅 已經幾乎就是達到快要腰斬的等級了 那大力光呢 而且KY系列幾乎都是中國聯動 所以KY系列也都是這一回合 中國的封城經濟的重傷過程當中 聯動傷害比較大的 沒錯 就是說除了一方面 因為電子終端的一個需求 如果下降 那其實對他們後續 到底今年的業績衝擊有多大 我想這個部分法人也都是呢 目前正緊盯觀察當中 而且不斷地在做下修 那系列KY 因為他本身就是電源管理IC的龍頭 而且其實他就是一家中國企業 來台灣上市 所以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也算是在風暴的核心當中 那至於說呢 這個前前任股王是大力光 那這個禮拜 他有法說會在周四 不過事實上在開法說會之前 已經有不好徵兆 就股價還在破底 而且法人也在下修 他目標價 那同樣的 他的波段跌幅其實也很可怕 光這一波從高鐵修正以來 也是跌到四成了 所以你看這多可怕 就是散戶 韭菜們 如果這個挑對好公司 但是買錯價位的話 事實上也會斷頭走人 沒錯 所以這個尤其就是高科技 產業的類股 其實往往就會有這種 所謂不管是一代權王 或者說呢 景氣大幅波動之下 股價暴跌這種走勢 那另外呢前面提到就是 今天的整個台股的風暴 大概就是聚焦在中國的封城 所以包含在昆山設廠的一些公司 我們像看到這個 就是衝壓件的巨響 那其實股價呢 也默默的一直在做回檔破底 這波跌幅也是逼近了腰斬的等級 那反倒就是說呢 今天大概少數的亮點 就是聚焦在一些防疫快篩的股票 對那包含不管是泰博 或者說保齡附警 亞諾法主要都是有做一些 這個抗原快篩試劑 那星星跟台光電呢 則是因為也都是在昆山 這邊的受到衝擊 那因為PCB算是電子工業之母 所以其實這邊 大家看到星星或台光電 下跌的時候 其實要記得 就算你手上沒有這些 相關的股票 也要想想 當PCB的出貨 受到這個遞延 那其實整個產業的 可以說上中下游 應該是幾乎無一倖免 只是說或多或少的比重 那這邊因為中國疫情大爆發 那當然台廠也積極在思考 怎麼樣去做一個彈性的調度 當然部分台廠的想法是 可能要靠著從台灣這邊 如果原本有一些半成品 那這邊可能運到東南亞 去做後續的加工 再去做出貨 當然這個部分 它也只能是一個少量 應付極端的措施 因為事實上 這樣子一個政策 一定會導致成本大幅度提高 而且也有可能緩不濟急 那昆山這邊 當然目前是延長了這個封城 那甚至已經有傳到 就是有可能會延長到五一長假之後 所以這個部分的一個變數 其實我覺得 它會持續影響到四月份的一個盤面 那俄羅斯在這一波的一個制裁之下 其實連他們自己國內的媒體 都不看好 所謂的一個半導體 進口替代的一個政策 所以顯然在缺晶片的狀況之下 有很多的一個產業 應該也都會陷入到相對困白 困頓的一個這個困境 好 我們稍後回來